对阵下药,尼熊是东汉时的一个周官。 有一次,尼熊和李延一起到明医华佗那儿看病。 他俩都是头疼脑热,患病的症状完全一样。 华佗看了他俩的病之后,认为尼熊要用歇药, 而李延要用发汗药。 尼熊和李延觉得十方奇怪,尼熊便问华佗说, 我俩的病情是一样的,为什么用药完全不同呢? 华佗说,你看上去很结实,没有什么问题, 只是内部有毛病,而李延的体内没有什么毛病, 其毛病都是由外部风寒引起的。 两人的病情并不一样,所以治疗方法当然应该不同啦。 华佗说完便给他们开了不同的药。 尼熊和李延服药后,第二天果然病情好转, 这件事不得不是尼熊二人对华佗佩服的五体投地。